今天是9.28教師節 全國中小學教師竟然有十萬名發動穿黑衣上課團結行動 這個是台灣教育界唯一這樣團結的行動 抗議馬政府教育政策大跳票誠信漏油 馬總統的教育政見大跳票 包括教育經費每年要增加240億的預算跳票 國小每班25人跳票 私校教師員的年金跳票 國小教師編列比例比1.5調整到1.7跳票 提升中小學導師費跳票 更換節能登具跳票 這些到今天通通跳票 同時12年國教規劃荒腔走版肥了補教 受了家長苦了學生 12年國教將如期在103年上路 超額比序怎麼比 服務學習佔幾分 特色招生怎麼考 兩年後我們就要實施了 細節都沒有規劃出來 家長老師學生 大家擦一擦 不知道要怎麼 又要多遠學習 又要超額比序 對於一些偏遠地方比較窮的縣 這些城鄉的差距 會因教育政策的距離越來越遠 同時呢 深添環境的不足 鄉下地方 又要去哪裡學才藝 連做志工的機會 都比人家少 這樣怎麼比 教育部 怎麼樣做 才能讓每個人 在受教育的潛力上均等 我想這個是今天最重要的課題 教育部 如果一天不公布細節做法 只會讓擔心害怕的老師 花大法鈔票 送小孩子去學各種協議 這樣不是肥的補教界 瘦的家長 苦的學生嗎 同時 學校教師的缺額 不補 反而讓代課老師走馬燈 學生的潛力放一邊 很多縣市政府 為了節省教育經費 為了 讓整個 整個制度 能夠 在他們的預算內 能夠雲之 所以 教課老師 欲缺不補 用代課老師 來發生 代理上課的情形 整個 讓師肢不穩定 代課老師 形同走馬燈 走來走去的 學生無所事從 嚴重打擊